美國搭乘大眾運輸必須戴口罩的強制令 週一火速解除 民眾還翻天 美國衛生部上週才延長口罩強制令 至5月3號 週一卻遭到佛州地方法院推翻 法官直指美國CDC強制令沒有徵詢公眾 也沒有充分解釋 明顯躍權 民眾開心 白宮卻很尷尬 拜登本人則是重控外 人們會繼續穿上飛帽嗎 那是他們的 法官指出佛州司法裁決廢除美國CDC規定 官員考慮上訴 但若在面臨不利裁決 可能削弱政府防疫力道 而搭機不用口罩機場內缺藥 民眾抱怨 穿穿脫脫 無所適從 這好像有很多事情發生 不要這樣 別這樣 然後我們要聽兩者 規圈戴口罩反被乘客毆打攻擊 過去兩年機傷暴力激增 鬆綁口罩令讓航空人員鬆口氣 知CDC數據顯示 Omicron新型變異株BA2121 傳染性遠比BA2高2成5 將高價美國新增病例近五分之一 恐怕難以搜寫 TVBS新聞 總報道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